今天是4月29日 今天真的要早點做完節目了 為什麼呢? 我集中都很累 因為我看球 我最令人慶祝昨晚 我洗澡11點前就完成了洗澡這個動作 但是 始終我都要10點鐘才睡 1點鐘都還沒停水 我明白的 因為我們那裡不知道有緝錯亂八座 我都不知道有緝錯亂八座 可能我老婆說要做一座 沒那麼準時的 好了 我懷疑的唯一就是 可能我1點入睡 至到3點起床之間她停了 因為我3點起床 她又沒停 我就煮東西吃 真的要煮東西吃 我看不到5點多 我中間又去洗澡 她洗手的時候又沒停 好了 然後我又睡下床 到了8點多起床 她都沒停 我早點回到管理處 你會想你是否能夠救我 弄得我飯都沒吃 回家吃人心雞 雖然我也很喜歡吃人心雞 人心雞就好了 很棒 我不會介紹這個牌子 裡面有兩隻鮑魚 雞真的是全隻雞 而且是適合的味道 其實我們去韓國吃人心雞 不是當好吃的 多數都不好吃 但是這個味道 我簡直是覺得 因為夠熱 我家裡有鍋子煮得很熱 雞裡面有飯 但是很少而已 我再倒兩碗飯 那就夠吃了 很棒 人心機還想起雲吞雞 雲吞雞是另一件事 難怪老實實這樣說 我真的要很誠實地跟大家說 我真的積極地考慮 我真的要離開 我忍受不了在這裡 尤其是我看到 越來越多資訊 帶我去哪裡 我什麼時候離開呢 我當然不會在這裡說 就會在你們 你懷疑不到的時候 我原來我繼續留 你出了印象嗎 或者你覺得你一定會離開 我就不肯離開 這麼容易讓你們猜到 你以為我是劉天賜 是李慧寧 無緣無故要出去說 就要靜靜地走 我又想不到次官也說要收咪 但那個就不 我次官好像沒有親口說過 是嗎 即是傳言嗎 是中早康寫的 哦 次官說必須要收咪 不知道 他都溫和不得了 有人留言說他寫文章 怎麼都劉天賜很溫和 痴靜地 溫和到 問心一句 坦白說 次官經常跟那些 所有處一起做節目 是的 其實你問我 是聽到他是什麼 次官就 那些就不要說了 那些就 如果次官也中招 就痴靜地 不用說了 沒有了 如果次官也中招 有人說他是 中早康寫的 說他有警察約過 見面和談過 他說 如果他這樣也中招 至官那些聲音 我立刻就收皮了 他這樣也中招 就是 我一定 我一定 你兩母親 十年我可以離開 是不是 好了 有個傻子說 我們精神病頻道 有幾千人看 幾千精神病 我和你講 你也是一個 不僅是 人們看我們頻道 最要付錢給我們 他想像嗎 是的 課金有給他看看 我也試試 有這些五毛留言 突然就有課金了 不信你留在那裡看看 這些什麼猛犀 屌你老母親 又來躲在那裡 傻犀 經常都是說這些 你不用管了 屌你老母親 你吹鬧仗嗎 香港 香港有這麼多傻犀 現在屌你老母親 你以為 老老實實說 你以為真是屌你老母親 有幾十個傻犀 管我們 是七百多個傻犀 七百多萬個傻犀 屌你 還有 這些什麼七頭 不過老實說 都是 attention seeking 你起碼就像陳懷安那樣 WhatsApp的時候 說你要上來 不過可能這陣子忙 我也當你是蠻人物 你那些七頭 屌你老母親 就是成年暗瘡 屌你找一份東西做 屌你說不定 就像這陣子 Facebook投資手足 屌你老母親 偷錢 整天這樣 屌你老母 不要這樣 Come on 失敗者 屌你老母親 好了 阿前 我 你 吹 跟 你 Mond ああ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